按这样子把鸡胸肉切成4块 像这个鸡胸肉的头部比较厚的 你就随便扔下去 就可以切成很好的片 像这样尾巴比较尖的 如果随便扔下去的话 它切出来片可能就很小 就不好看 好了 要切这个比较小的鸡胸肉 那就要把这个板移过来 就跟这个鸡胸肉的厚度差不多厚 就可以放下去就可以 这样子可以控制这个鸡胸肉下去的方向 不会扯过来 它就平平的下去 跟刀是平行的 那你看一下 这样切出来的 就是比较大片 不会碎